好 防凹 壓起身的防凹延遲點 基本上就是 反正你只要在人家起身慢一拍 慢一拍按就好了 只要慢一拍按 我先什麼都不做 先讓他什麼都不做 你們基本上 只要慢一拍按 待這個拍 待這一拍 這一拍按就可以防到人家起身凹了 這一拍按 人家起身之後 他們的起身延遲凹 他們的起身 Reversal凹是都會防住的 這地方 然後 為什麼這個東西都要用輕攻擊呢 因為輕攻擊他才會 輕攻擊他才會 能打到延遲解摔啊 如果人家是延遲 速摔就當然沒辦法 輕攻擊就能打到人家的延遲解摔 對不對 假設這樣摔 人家是解摔 你用輕攻擊的話是來得及打人家的延遲解摔的 中攻擊的話就比較不建議 中攻擊的話就被人家摔走 因為你中攻擊不能太慢 中攻擊這個時間點壓就會被摔走 所以這個東西 防凹 起身防凹摔一定是用輕攻擊 你中攻擊要打到人家的話 除非你中攻擊按的比較快一點 但是這個時間點 你中攻擊按的比較快的時間點 可能會被人家 Reversal凹到 大概是慢一點點的情況下按中攻擊 因為他們同時發生的話是摔會比較 摔會比較強 所以你用這個東西 用中攻擊去壓的話就會比較容易失敗 所以如果你們要防凹壓起身的話 盡量用輕攻擊好一點 比較容易打到人家的延遲解摔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不難 就是你只要習慣他的 你只要一直入人家的起身身容 然後在時間點慢一拍就行了 就人家起身身容的慢一拍就行 這個東西 起身身容的慢一拍 只要再慢一拍按就行了 這個東西其實蠻好練的 慢一拍按 這個東西沒有很難 只要人家的起身十一就行 然後盡量用這個 如果人家是延遲解摔的話 你這個就會打到康 你這個東西就會打到康 打到康就可以接中攻擊 所以基本上用輕攻擊 防凹壓起身比較好 如果你是不好嫌棄的角色的話 你就是 覺得人家可能會凹的話 你就延遲摔 延遲摔 如果關角落的話就要延遲前摔 這東西也蠻重要 延遲前摔 就你先防到最後一個 比如說你這樣弄倒 防凹 蹲著 然後要摔的一瞬間放開搖桿 要摔的一瞬間放開搖桿 這樣子 延遲 然後摔 放開搖桿 這樣子 就會變成延遲前摔 因為你如果延遲 延遲後摔的話 就會摔出角落嘛 所以這個地方要記得 延遲前摔 就是先擋 要摔的那一瞬間 至終 要摔的那一瞬間 至終 這個東西就可以繼續 在角落的時候 反人家繼續摔在角落壓制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就這一點要注意的